我是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我一直都是被我男朋友当小公主一样捧着的 可是现在她就让我变成这样 我觉得自己太可怜了 稍微缓一点 拿点纸给她 威威来干嘛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搞清楚 这根头发到底是谁的 哪呢 一根女人的头发 你怎么能证明她是女人的呢 我男朋友她头发是短的呀 我看看啊 稍等一下 还有黄的 还有卷子 我放心点啊 证物是吧 哪找到的 是我男朋友在他家里 所以我想想知道 有什么回事吗 什么时候发现 一个生期前 他们家最近变得异常的干净 而且他的衣服都洗干净 别好运好花点点 也许就是有人帮他打扫终点工吗 他不会啊 他从来不请那个 他从来都觉得 你问他请了终点工吗 我问过他 他没有 他说是他自己打扫的 就逼我 那你问他这个头发哪来的 他说他不知道 那他你问了有没有女人 只是借用他的住所 你有问过吗 我每次跟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搪塞我 敷衍我 然后再 我在一叫这 他就走了 山门走了 就从那之后 他对我越来越冷淡了 他之前不是这样的 他怎么对你冷淡了 我以前 他每天都缠着我 发微信 我宝贝你在干嘛 又怎么样的 这我很烦他 可是就在前段时间 他就是从夜店的一个小股东 就升职 加金都成大部分 我发起一条微信 感谢你问他 结果他给我回一个字 忙 还好他没回 呵呵 然后我就杀过去找他 发现他就坐在一一堆女生中间 谈情说笑的 干嘛呢 他说他是应酬 好嘛 我理解那是他 我理解那是他工作 但是 我就是想要 让他亲口跟我说 兄主 这头发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不是一根头发的事 它是有很多事情串联在一起 这个头发只是一个爆发点 比如说他之前很麻 他发那么多信息 然后就发一个字 忙 对不对 他没有以前关系 你这棋店 他的卧室谁会去打扫 以前不爱干净 突然爱干净的 很多很多疑点 加在一起 突然找了头发丝 他不是说因为这件头发丝 而去怀疑他 凭借一根头发 就质疑一个男生 有没有事 我觉得这太扯了 床单被罩 或者是衣服 可以拿到外面洗衣店去洗对吗 洗的时候 很多衣服一起洗 很可能会带来一些杂物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你怎么认定 这个头发是一个女人的 现在男生留长发的也大把呀 说不定他哪个兄弟过来 是吧 睡一个晚上掉一根头发 这是多大的事啊 如果我的床 发现一根长头发 疑似女性的 我想了半天 除非一个女人躺在了这儿 别人 我还有什么理由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他自己刻意去制造的 就是他想要跟你分手 但是不想明珍说怕伤害你 然后自己去伪造这个犯罪现场 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他知道你一定会发现 对不对 好你发现了 他有问题了 你一定会找他去闹啊 对不对 行你要这么闹下去了 咱们就分手 还要分手 还要闹 你觉得是你的错 这是一个特别可笑的事情 两个人要如果不在一起 哪有那么麻烦的事情啊 可是他真的疑点太多了呀 他自己也不在乎 而且他家里也有人给他打扫卫生 还有人给他洗衣服 因为他现在不想让你干家务 他开始请终点工了呀 他有他的事业 他有他的朋友 而且男人是会变化的 他从一个原来不懂事的 很邋遢的一个单身汉 变成了一个懂得居家 把自己的剧所打理的 井井有条的男人 这么重要的进步 难道不应该点赞吗 还应该去怀疑吗 这么多只能把自己的男人捉走 一根头发不能判定任何事情 更重要是解释一下 你和你男朋友相处之间的情感 相处的模式是怎样的 你们俩谈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我已经带他回家见爸爸妈妈 准备结婚 准备好好在一起那样了 这根头发出现的太不是时候了 应该说出现的太是时候了 婚前还比以戛然而止 如果他就说不清楚呢 那还嫁吗 不嫁了 工作好幸福啊 没有 我们是酒吧会有一些演出 会请一些danser 不是danser 是dancer 东北人 他装呢 然后可能就是演出完了之后 可能觉得我是老板嘛 可能都围着我 你喜欢他 喜欢他 喜欢他什么呀 黏人的 挺可爱的 特别会卖萌 卖萌不会异样 应该不会吧 我挺喜欢这样 挺喜欢这样 那你今天到这来干什么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他说明白 他自己来到这了 我也挺不放心的 我就知道你还是爱我的 我就 能不能不这样 你跟你男朋友这样就要发点 跟我们这样 那就是四个字啊 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既然来了 我想看看他什么表现 然后我再重新考虑我俩之间的关系 这块什么意思吗 又不是我对不起你 因为是你藏了别的女人 你还跟我说 你解释无数遍了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我跟你讲 葳葳 咱俩之间的事 别牵扯到别人 也没有这个人 你为什么就非得纠结这个问题呢 怎么可能没有这个人 跟头发在这儿啊 都不是一个头发在这个人啊 他就是这样 对 你把他说清楚了 不就是了吗 我刚才 对呀 我已经说 你刚才听见一句话有问题 你说别牵扯别人 对呀 他总是 他以为牵扯谁了 他牵扯谁了 其实这根头发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的 那你刚才说的牵扯谁是谁吗 他总是说有这么一个人 就会去猜我身边的朋友 是他还是他还是他还是他 到底是谁 我说哪个都不是 每天就纠缠我这些问题 给我爸打电话 给我妈打电话 我一天真的现在老累了 其实一根头发 出现在你的房间 它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 有女人在你的床上睡过 第二 也许有人 在换床套 又或者是整理衣物的时候 留了一根头发在那 只有这两种可能 到底怎么回事 我之前已经跟他几乎无数遍了 那你有没有过女生去过你家 你不知道吗 胡老师你可能不知道 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我现在住的是合租房 三十一天 不会吧 你是老板 你怎么还合租啊 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是大连人 所以说还没有说 钱去买 几个人合租啊 三个人 其中我住一间 你住一间 然后我合璧 对 是个姑娘 是小房 然后还有一间是一对情侣 但是他有男朋友 他说合租你刚才干什么 不是跟我说 那么猜了半天 你忘了吗 然后我们也说完 像卫生间啊 洗衣机啊 什么厨房啊 我们用的都是一个 他喜欢我洗 我喜欢他洗的 难免会粘上一根头 你说我一个大老爷们 你说我跟他天天 寄个着干啥 我问你啊 最近去到你的合租房的 房间的女生是谁 我喜欢这儿 我一个人 我都会你 我看他 这么多的 挺厉害的 我看我 就是像我一样 我等你 有机会 阿弥 我来的 你看我 我来电子 我来电子 我们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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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